HELLO 大家好 我是生田 那平常我自己是很會做頭髮 但是有時候其實我也是非常enjoy 造型師來幫我做頭髮 今天邀請到Kim來幫我做我的造型 他會怎麼做呢 好 現在我來示範K型土的操作 我先幫生田頭髮先撥到大概是四六分的位置 然後把他分線分出來之後呢 我就取一些K型土 藉由手掌的溫度來讓他軟化一下 然後再局部的帶到他的頭髮上面去 可以用輕拍的方式 然後保留他原來的膨度 跟把線條拉出來 K型土它主要的作用是 所以他可以重複的塑型 然後也不會有起白血的東西 然後一樣後面的頭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完成 我們剛剛有說到K型土它是可以重複塑型的 那我現在呢運用它頭上所有的K型土 然後再用板夾來將頭髮稍微做一個處理 然後一樣再取少量的K型土 再來補牆 I'll see you again